今天这个视频啊 我想跟大家讲讲Methodology 之前的Literature Review的视频下面呢 有一个同学留言问我能不能讲Methodology 我说不行 因为Methodology很复杂 它会根据你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方法 为什么我会又想重新做一下这个视频呢 是因为我到B站上搜了 别的up主说Methodology的一些视频 我发现大部分那一些视频 都是基于Research Onion 就是它教你怎么写你的论文 而没有从宏观上给大家解释 什么是Methodology 尤其是那B站上播放那样 最多的某课堂的老师的讲解 他的评论都没有被回答 而且很多回答都是错的 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就是尽我所能 把我的观点全都打在这些回答下面了 所以我想既然这样 我能不能自己也来做一个Methodology的视频呢 就是咱们不从写论文的角度 咱们就从解释方法论是什么 以及理解方法论的整个宏观概念的角度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方法论啊 那首先呢 我还是拿出这个很多up主用的这个模型 叫Research Onion 这个模型呢 就是把整个Research Methodology 做成了一个像洋葱一样的模型 从最外层思考一点一点 思考到最内层啊 但是呢 这个模型是有局限性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模型最早提出的学者 是写在他的那本书 叫Research Method for Business Students 所以说它本身是针对 第一它针对商科 第二它是为了帮助学生 在不同的写论文的阶段构思他们的Methodology 构思他们的方法论而形成的这么一个模型 所以它可能能够帮助你构思你的论文 但是它没有办法帮助你从宏观的角度上来理解什么是方法论 但是呢 这个视频呢 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可能非常笼统的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Methodology 以及用一些我上课时同学们碰到的问题和我上课的例子 给大家解释这个Methodology 首先呢在讲Methodology这个概念之前呢 我先要给大家定一下什么是Methodology Methodology我认为我最喜欢的一个定义是它是一个system Methodology is a system 或者叫一个process是一个过程 是什么过程呢 是你在你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取得数据和分析数据的过程 所以它是两个大的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如何取得数据 第二个过程是如何分析数据 这两个过程加起来就是所谓的方法论 那下面这个图呢 左边是research argument 右边呢 是我自己在上课时候用的Methodology的几个概念的一个分布图啊 你会发现明显有一些差别啊 但是最外层呢 第一点我们都要讲的就是叫做research philosophy 研究哲学吧 或者叫哲学主张 为什么我们在研究一门学科的时候需要哲学主张 因为哲学主张的来源基于什么呢 是基于本体论和认知论的这两个组成了你的认知哲学 世界上有几十亿的人 每个人的认知观和每个人对本体事物的认知观是不同的 因此当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认知观去写论文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保证他的读者跟他有一致的认知观 因此呢不同的人读他的论文的时候会产生同的误解 但是学术的目的是什么呢 学术科研的目的只有一个 叫做求真 求得真相 求得真理 英文用的词是choose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你的论文 跟你有同样的认知观 因此呢 在你的研究展现的时候的第一步 是展现你这一篇论文的 你的这一个学术研究的本体论的基础 也就是所谓的哲学主张 所以我再来说一点啊 哲学主张是你这篇论文 你这篇学术研究的基础 而且它有且只有一个 因为在你写这篇论文的时候 你对于真相的认知 只有一种 如果有多种的话 你没有办法写这篇论文了 所以很多学生在methodology的下面都会问 如果我这个又是定量又是定性 我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那我是不是又该分析解释主义 又该分析实证主义呢 不是的 不是的 一篇论文只有一个认知论 所以你只有一种哲学主张 这是你从一开始就要定下的一个基调 那research philosophy研究哲学的来源是什么呢 第一点啊 就是叫本体论 本体论呢 是探索世界的原理的 或者说基础的一种哲学理论呢 但是非常重要的 而我这里不深入的说本体论了 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里还会牵扯到唯物啊 唯心主义啊等等啊 就是简单的理解 就是本体论 就是关于这个世界真理存在的形式 那么我们说到methodology的时候 它的research philosophy 除了基于本体论之外呢 它最主要的还基于一个什么 estomology 认知论 认知论呢 简单来说就是 真理是怎么形成的 然后在认知论下面呢 它有很多不同的主义啊 说的最多的 也就是这个洋葱最外面的一圈呢 说的最多就是 positivism和interpretivism positivism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认为真理客观存在的 而我们所有的研究 是把真理找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 在nature science 自然科学和数学啊 理论物理啊 化学啊 这一些学术研究的methodology 它的哲学背景全都是实证主义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世界上存在唯一真理 所有的研究 是为了找出这个唯一真理 比如说牛顿第一 第二第三定理啊 它是唯一的真理 所以大部分的理科 用的是这个研究哲学 那文科的研究哲学 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了 但是用的最多的呢 叫解释主义 解释主义认为什么 真理是通过解释存在的 因此真理有不同的形式 有不止一个真理 在不同的情况下 会有不同的真理 是通过作者本身 researcher本身去解释而存在的 因此呢 文科尤其是大量的定性的研究 用的是解释主义 举个例子 给大家更好的去理解解释主义 我经常用的例子 我每次上课的时候 当我解释到这个本体论的时候 认知论的时候 我用的一个例子就是 今天我走进了一家星巴克 我对电源做了这个手势 请问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会当场问我的学生 那每个学生的回答会不同 一般英国学生就是 他会说 你是不是很开心 或者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或者说你有什么新的消息 想跟电源分享 当时我记得我还问 有没有意大利的学生 然后有一个意大利的学生 就举手说 这个手势在意大利语中呢 指的是 我很生气 是个骂人的手势 然后我又跟他们说 这个手势在中国 意思是7 所以说同样 我只做了一个手势 所有的人都看到了 做了这一个手势 那这一个手势 如果作为真理的话呢 它可以有三种解释 起码三个不同国家的人 给了它三种解释 那因此说呢 所以回到刚刚我们所说的 这个手势的意思呢 有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国家 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它在中国 可能的意思就是 我要沁杯咖啡 它在意大利 就是我很生气 我对你们的服务很生气 它在英国 可能就是 我有什么消息 想告诉你 因此当这个手势 作为真理的时候 不同的人去解释它 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那这一种阐述和理解 真理的方式 这一种认知论 就叫做解释主义 那希望我是刚刚说的 能够帮大家 更好的理解 这个研究哲学 当然研究哲学 是非常难的 你需要完全的理解 理解每个不同的主义的意思 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那理解完这一层 我们走到洋葱后面的几层 在我自己的这个理解里面 后面两层 deductive inductive 还有比如说 它的这个case study action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这两层其实是一层 它其实是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叫什么 叫research design frame 研究框架 研究框架是什么 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解 帮你理解 就是你这个研究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框架是什么 或者说你的这个研究的目的 和你的这个研究的结构 那在这个research onion里面 有三个三层 我觉得全都是研究框架 除了deductive inductive 包括它第三层的 这个surveyor case study 还有它倒数第二层的 cross-sessional和longitudinal 这三个层都属于 它的研究框架 我大概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几个意思 deductive和inductive 很好解释 deductive就是你在做 这个研究的时候 你已经有了一个假设 就是你已经假设了一个真理 而你的整个研究是 是回答你的这个假设 是对的还是错的 或者说是接受这个假设 accept it or reject it 还是拒绝这个假设 inductive 意思是你没有假设 在你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你不知道答案 而你最终的研究目的是 得到这个答案 所以下面这个图呢 就很清楚的 讲了inductive和deductive之间的区别 deductive就是你先有理论 或者说你先有假设 然后再进行科研 而inductive是你没有 做任何的假设 先进行科研 然后通过你的科研结果再总结一个理论 那这边我又要说了 inductive和deductive 跟他的研究哲学 跟他是定性还是电量研究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只不过相对来说 大部分使用实证主义的研究 是因为是科学的研究 所以他往往存在唯一真理 所以他喜欢用deductive 他先提出这个真理 然后他的研究方法是去论证 这个真理是真或否 而相对来说 大部分的社科文科研究呢 往往没有唯一真理 他喜欢用解释主义 因此他大部分的时候 他喜欢先去收集资料 分析资料 最后再得到结论 但是并不是说 你做科学研究 你做实证主义的研究 必须用deductive的 没有这种说法的 你做社科研究 你本身是一个解释主义的研究 你也同样可以用deductive的 所以这个没有必然联系 而大部分 在给大家讲methodology的 那些up主都会告诉你 你用实证主义 你必须用deductive 或者说你用解释主义 必须用inductive 没有 他们之间没有绝对的联系 那我们再说下一层 就是anyang里面是 survey啊 case study啊 action research 然后这一层的意思 这一层意思呢 很明显 他说的叫strategy 其实简单的理解 还是一个研究框架 你的这个总体的 一个研究的形式 然后很多学生 可能有困惑的是 为什么这里有survey啊 有case study啊 这些不都是研究工具吗 其实并不是 survey啊 case study 它可以有不同的 含义的解释 它本身也可以做 一个研究框架 就比如说case study case study是案例分析 它有很多很多的解释 当它在做研究框架的时候 它就是指你的整个研究 是研究一个case 是研究一个案例 而在这个研究 这个案例的过程中 我可以用不同的工具 去研究它 比如说我可以做采访 我可以做问卷 而我做问卷 做采访的原因呢 是为了研究一个案例啊 作为一个甄嬛传实际学作 我再用甄嬛传 做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今天的这个研究 是甄嬛传中 各个妃子的成长历程 那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 我希望做一个case study 就是我的整个研究的框架 就是案例分析 分析的是什么 分析的是每个妃子的成长过程 那我研究的工具是什么 我研究的工具 同样也可以是case study 在整个研究妃子成长过程的 大框架下 我又给了三个小的案例分析 我分析了甄嬛 我分析了安玲龙 我分析了皇后 这三个人呢 又对他们做了小的案例的分析 这个时候你对甄嬛 你对安玲龙 你对皇后的案例分析 变成了研究手段 研究方法 而你的大的框架 仍就是case study 研究是案例分析 因为你的大的框架 分析的是整个妃子的成长过程 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理解 那同样 我的大的框架是case study 研究妃子的成长过程的时候 我同样可以用问卷 比如说我给安玲龙 给甄嬛 给皇后美人发了张问卷 让他们自己写 他们的成长过程 然后把它收集起来之后呢 再把它整理成册 作为我的论文发表的时候 我的研究框架是case study 案例分析 但是我的数据获得手段 就变成问卷了 说到research design frame 的第三层呢 就是cross-sessional和longitudinal research-anion上面说的一样的 它是个time-terism 它是一个时间线 cross-sessional和longitudinal 最大的区别呢 就是时间对于 你这个研究的影响 longitudinal呢 就是两个不同的时间点 之间的对比 cross-sessional呢 是同一个时间 不同的案例 不同特征的案例 之间的一个分析 所以它应该也属于 research-flying上面 第二层research-anion上面 它其实是你 整个研究的一个框架 你的研究的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 可以是deductive inductive 然后它还有不同的目的 可以是case study 包括呢 它对时间的一个影响 也可以在你这个 研究的框架中体现出来 研究的框架 是你整个的研究的结构 和你整个研究的目的 好了 我们说到最里面那层呢 也是这个第三点 data collection 如何收集数据 其实这个是最简单的 data collection呢 会分为三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就是data collection tool 第二个就是叫做objective 第三个叫做data analysis 数据的收集工具有很多 可以是定性的 可以是定量的 但是还是有很多学生会问了 是不是问卷就一定是定量的 而采访就一定是定性的呢 并不是 笼统的会说问卷是一个定量的 而采访啊 focus group interview啊 case study啊 这些往往是一个定性的 但事实上决定你这个研究的工具是定性和定量呢 是由你收集到的数据来决定的 我上课时候最喜欢用的一个例子 我就跟我的学生说 今天我们要研究 今天来我班上上学的同学 多少人穿了黑衣服 我决定用问卷的这个形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给所有人发了一个问卷 这个问卷上只有一道题 我今天穿了黑衣服 yes or no 大家回答这个问题 我把数据收集起来 拿到手上 那这一个问卷就是定量的 为什么 因为它只有1或者0两种可能 穿了黑衣服或者没有穿黑衣服 因此我收集到的数据是完全客观的 没有第二种解释的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问卷就是一个定量的工具 但如果我今天同样发问卷 我给每个人的问卷上也同样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请叙述一下 你今天穿了什么样的衣服 那每个人的回答一定是不同的 我拿回来的数据 拿回来的这个叙述 都是不同的 因此我通过理解他们写的这个文字 来回答今天有多少学生穿了黑衣服的 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定性的 因为我拿到的数据不再是绝对的了 那同样当你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你发的问卷 问卷是open question 让别人写他们的感受 让别人写他们的认知的时候 它虽然是问卷 一个常常被用于定量研究的工具 但是你收到的数据是定性的 因此在你的研究中 因为你的问卷的问题的性质 是定性的 所以呢 它本身还是一个定性的研究 我不知道这个例子 跟大家有没有讲清楚 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样的工具 去收集你的材料 最终决定这个工具是定性 还是定量的 取决于你收集到的数据 而不取决于你的这个研究方法 你的数据是定性的 qualitative 那它就是定性的 你的数据是定量的 quantitative 那它就是定量的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那很多人喜欢用mix method 你完全可以用一个 就像我刚刚说的 完全可以用一个工具 问卷就可以收到两组 又定性又定量的数据 那我们要讨论数据收集方法的时候 我们肯定要讨论的 就是你从哪儿收集数据 research objective 你的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它其实分很多种 它分为samples informats 和cases 如果大家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可以看我之前做过的一个视频 我有讲过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最后一点 data analysis 就是如何来分析你的这个数据 它取决于你收到的数据是定性的 还是定量的 那同时呢 data analysis tools 数据分析的工具 也取决于你的研究框架 我做个简单的例子吧 比如说你本身的这个框架 是case study 研究 甄嬛传中 每个妃子的成长历程 那你就不可能用spss 对吧 不可能用这种分析数据的手段 去分析你的数据 因为它 因为它两个不契合的 对不对 好了 说到这边呢 我希望大家对整个methodology 已经有一个 比较宏观的一个理解 那最后一点呢 是第四点 就是上课的时候 一定要说的就是limits 和ethical consideration limits指什么呢 欧美的学术研究非常看重的 一条critical thinking啊 就是说任何你选择的方法 你有它的理由 但是它一定有它的缺陷 所以你不管选择 哪一种research philosophy 哪一种research method 哪一种data analysis tool 是你一定要分析 它存在的limits 它有它自己的局限性 那还有一个呢 就ethical consideration 这个呢 大家是一定要考虑的 英国或者美国 他们非常注重这一点 就是你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 有没有考虑到 它本身的一个合法性 以及会不会对你的研究对象 造成的伤害啊 在limits ethical consideration中呢 你一定要提到的一点 叫research bias 就是你作为研究者 本身的一个认知偏差 和你的一个偏见 因为不管是文科 还是理科的研究 最终写这篇报告的都是人 作为人来说 它本身的一个偏见 这一定要被写入你的论文中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真的太长了 我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想跟我讨论 或者我有哪些讲的不清楚的呢 也欢迎大家弹幕留言 或者是转发啊 最后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点赞了 因为这边视频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 谢谢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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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